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电影《长空之王》即将在韩国上映 让我们一起期待雷宇的精彩表现 在光芒四射的寒流中 又将迎来一部中国电影的闪耀 由刘晓世指导 王一博 胡军主演的电影《长空之王》 将登陆韩国的各大影院 这部以中国是非原味背景的故事 将带给韩国观众一次全新的视觉和情感体验 《长空之王》是一部充满激情与热血的电影 主要讲述了中国新一代是非原 雷宇经过自己艰苦的训练下 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是非工作中的故事 影片中 雷宇等是非原们挑战极限 不断突破自我 为我国的航空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在电影中 雷宇的扮演者王一博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不仅把是非原雷宇的勇敢和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在细节之处展现了是非原们的热血与激情 这部电影不仅在故事内容上有了充分的表现 更是在视觉效果上做出了突破 刘晓氏导演的独特视角和精湛记忆 使得影片在展现是非原们挑战极限的同时 也呈现出一幅幅壮丽的航空画卷 影片中的战斗机飞行场景 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 电影《长空之王》在韩国上映 无疑将为韩国的航空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尤其是能够对我国的航空事业 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 了解到我国的航空实力 《长空之王》能够在中国上映之初 就选择在全球至少7国上映 就足够说明我国对于这部航空片子的信心 这次在韩国上映 同样对于我国文化输出是一次机会 此外 王一博等演员的出色表现 也将吸引众多韩国观众的关注 王一博作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的演技和颜值都备受瞩目 尤其是王一博曾经在韩国出道 当时的他是以IDOL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 在王一博火了的日子后陈情令 有匪陪你到世界之巅 诸多电视剧登陆韩国 让大家认识到了电视剧人王一博 而今《长空之王》上映电影人王一博又要被他们看到了 《长空之王》的上映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是非员们的艰辛与伟大 他们承担着探索人类航空技术极限的任务 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部电影不仅表达了对是非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更向观众传递了勇往直前 不畏艰难的积极精神 在《长空之王》即将在韩国上映之际 让我们共同期待雷鱼等是非员的精彩表现 感受那份为国家利益拼搏的无畏精神 电影《长空之王》将在韩国各大影院上映 为韩国的观众带来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部电影带来的精彩 感受是非员们的勇敢与坚毅 共同见证中国航空事业的辉煌时刻 期待《长空之王》上映后 韩国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反馈 亦束无国界 想必他们看到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得如此优秀 也会为我们高兴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